YO 大家好 今天主要是放给大家几个消息 那么在此之前呢 我稍微盘了一下B站的上周国产动画播放量排行榜 数据来自于哔哩哔哩国产动画适时排行 接着日期是10月11号 第一名 汉华日记 第一集跟第十二集 两集霸榜 整周斩获一百万家的点击 应该说是B站目前最热的国创 第二名 不良人第三季 很多人说第三季节奏有点拖沓 但是作为不存在的不良人的追根少年认为 确实很拖沓 尤其是我期望 怎么就 第三名 罗小黑战绩 凭借着电影的热度 罗小黑第一集的重制版再火新高 第四名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 第五季 坚挺 持久 有知识 看就完事儿了 第五名 玲珑 虽然搁了这么久 但其品质自然是没得说 尤其是我那一集 不存在的玲珑 哇 做得真好 第六名 镇魂该第二季 末将大A 愿为主公世世代代胡编论造讲故事 第七名 王者啊 别闹 腾讯少有的成功定制剧 唉 你说现在这世道 拿钱干事儿还能干得漂亮都叫做少有了 第八名 镇魂该第一季 是的呀 不要惊讶 再不看第一季 谁能想起来第二季讲的是什么 第九名 飞人哉 莲花童子哪拖 又看人家群体 第十名 追梦者 由人民日报客户端和B站联合出品的 励志热血动画 只有一集已经完结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你值得观看 记得要写观后感 OK 除此之外 白蛇元起将在11月15号在美国上映 刺客567第二季很可能在11月底开播 那么最后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消息就是 中国内地选送哪吒 参与奥斯卡决出最佳国际电影奖 而现在呢 大家也可以通过B站 广卡哪吒了 今年的入围名单将在12月16日宣布 提名将会在1月13号宣布 就是这么快 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